四个字 入口即化 车里的真的超多 没有女孩子的 就这种提拉米苏吧 今天路过小楼 我现在发现最近很火的提拉米苏 没有很多人排队 一个没忍住就进去了 原味的要等20分钟 还有榴莲跟梦里的 你就榴莲也不少 可以不下来 剩下三个块 今天就消费 看小姐姐包装的特别仔细 全程也只有一个人包装 等到俺的提拉米苏了 看着就很幸福 乖乖跟姐姐回家 我现在已经把它们都买回来了 我买了三种口味 它都是这样子 日式的手提袋的包装 先插一个经典的提拉米苏 插出来中间也有一个餐具 然后就是一盒提拉米苏 它每个口味都用不同的布包装 插出来还有保鲜袋 车里子提拉米苏 还好还好 驱惊异常 这个包装原来送人也很合适 漏龙跟莓果提拉米苏 都有保鲜袋装着 抑制不住微微上扬的嘴角 原来它是有正刀叉的话 还自己带了我的甜品勺呢 看它的刀叉好不好使 有没有一把小刀盘子跟框子跟叉子 我们先吃原味提拉米苏吧 经典提拉米苏 因为我感觉它不是很厚耶 就薄薄一层的感觉 浅切了一下 它其实还是挺薄一层的 原味提拉米苏是我过去的时候刚做好 它下面是手指饼干 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嘛 经过了一段时间 马斯卡盆是快要融化 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口感 四个字入口即化 第一口永远是最好吃的 经典提拉米苏买的是69.9 大家觉得贵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就是你这样单独一块 在店里卖的话也要卖2.30 那上面这一层奶油是有点甜度的 多了也是会腻 尝一下它的手指饼干 谢谢饼 它的手指饼干里面 浸满的咖啡有点苦 觉得还是好吃的 尝一下它家的梅果提拉米苏 如果提拉米苏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上面的质地是会流动的 上面满满的车栗子果酱跟车栗子果肉 我就是被铺满的车栗子给吸引了 事实再次证明了 中看东西吃起来都不会特别经历 它是在奶油上面铺了一层果酱 车栗子酱更像是酸甜的蓝莓果酱的味道 果酱会比车栗子更甜一些 我原本以为水果的会清新一些 但是反而更加甜腻了 完全压住了提拉米苏苦苦的口感 我还为它每个车栗子都去核了呢 自己还咬到了核 美果的比经典的会甜一点 这核差点没把牙崩了 上面的车栗子真的超多 没有女孩子的就是这种提拉米苏吧 请车栗子芒果等水果都能懂事点 学会自己进化成无和果 看起来挺大一盒 其实它挺薄一层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厚 美果款的吃多了会有点甜蜜 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新 这个是生巧梦龙提拉米苏是89 车栗子提拉米苏是99块钱 它不会很厚不好切吧 还好诶 地图色没有想象中那么厚 挺薄一层的 这个就是手指饼干的部分了 没有人拒绝得了这一口吧 然后比较满意的是它上面的榛子还是脆的 我最讨厌巧克力里面的榛子是软掉的那种口感 脆的就还蛮加分的 手指饼干口感好粗糙 巧克力涂层不是特别有苦 我再来吃飞来螺的感觉 这不分上下的后甜是有甜膏选拔赛吗 但吃它奶油的话是会有点咸咸的 三款的话我还是更喜欢梦龙跟经典的提拉米苏 它这还有榴莲口味的 我去店里的时候就超级浓的榴莲香味 那我不太能接受榴莲我就没有买 比较推荐梦龙跟经典提拉米苏的 你去卖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卖四分之一给你 这个八十九块基本上就是 二十二块钱左右 大家觉得划算吗 哇吃完梦龙的再吃经典提拉米苏 感觉经典提拉米苏是咸的 其实他家提拉米苏够做得十分简单 就是一层手指饼干一层奶油 再撒了一些可可粉 今天这一期我妈肯定超喜欢 因为等我拍完身上她就可以吃了 我妈最喜欢就是提拉米苏 觉得经典上面的可可粉反而会比 那个梦龙上面的巧克力涂层更苦一些 最近这家还蛮火的 我第一次录过它的时候 有好多人经典也排了好一会 大家如果去的话 我觉得买经典就可以了 而且真的好甜 可能我的口味更喜欢经典或者乐龙的一点 往常吃的提拉米苏的话 一般都会有两层 突然就觉得这提拉米苏的价格不是很值了 这阵子不是自己做提拉米苏也很火吗 那一口全是奶油都没有感受到手指饼干的存在 大家有喝过茶百道的乌西芭黑吗 是我的近期最爱 我单独喝不另外加糖还是觉得有些甜度的 但是吃完提拉米苏再喝 既然觉得有些挂 但大家味道的话就也还好 没有特别惊艳 就是中规中矩 心中能想象的提拉米苏味 不过莓果的颜值真的很高 日系的包装 不然送人也蛮好看的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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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